外线中和17号深夜发生了一起轿车 坠落停车塔的意外 永远停在车塔一楼的轿车 突然掉到了地下三楼去 车上一男一女两个人都受伤 被紧急送医 17号深夜11点多 从监视器画面看到一台白色小轿车 直接冲入停车塔 但是停车塔的车库车门连开都没有摊 车子就直接冲下去 碰得一声 连外头的行人全都吓一大跳 回到事发现场 小轿车直接从一楼掉落到地下三楼 车头朝下 车身严重扭曲变形 玻璃全破 地上还留下斑斑血迹 车上的一男一女全受伤怂医 车上的两个人身份还是大学生 研判是大楼的住户 只是为何没有按停车塔的遥控器 直接冲撞下去 警方还在详细调查当中 中文字幕 徐华川 SNG小组台北报道